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它既是一趟边杆 它既是四路 它既是一趟边杆 然后呢 它又可以变成刀 变成剪 变成鞭 变成长棍 变成这个松 松茧 你看我师父教我的时候呢 就教过我啥呀 就是以这个 以这个边杆啊 以兰马爵边杆为基础啊 要先把边杆练熟了 我师父教过我长棍 都是一个套路啊 都是同样的套路 同样的名称 长棍 然后呢 单剪 就是单边 其实单边和这个是一模一样 和这个边杆啊 是一模一样 那个长棍上有些变化 双剪 刀 都教过我 我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 一刻两出 甚至说三出 我会呢 仔细的把这个 短棍 边杆的短棍 还有这个长棍 长棍 怎么练法 怎么用法 就是因为啥呀 虽然是同一个套路啊 但是它这个器械不同 它用法肯定也有一些变化啊 我一刻两处给大家讲明白 他俩是一个套路 记住了 知识动作都一样啊 是一个套路 但是呢 里边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这样是的呢 这么讲课呢 呃 我想呢 会给大家呢 在这个心 就是心灵上 就心理上 呃 会形成一种 就是举一反三 或者是把它扩大化 啊 说白了就是开你智慧啊 让你不要就是说 拿这么一个边杆 就非得是边杆 对吧 你你像 你像这个边杆的话呢 边杆到这以后呢 可以这么 头打 跟打 啊 可以这么去打 对吧 那么你要是 你要是 单 你要是单捡 单捡的话呢 在这呢 或者是单刀的话 在这一架 那就是一个缠头国脑 哎 它这个地方 它就有变化了 啊 你如果是棍的话 你棍的话 长棍的话啊 长棍 比如说这么一架 你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这样 对吧 哎 所以说的 但是你的长棍 在别的变化中 你像蛇盘柳 啊 你像蛇盘柳的变化 这个名称啊 我我我记不太那啥 蛇盘柳 蛇盘柳是这样的 是从这边扫过来以后 啊 扫过来以后 是这样 蛇盘柳 然后打出去 对吧 哎 你要是长棍的话 就不行了 所以说呢 长棍在蛇盘柳的时候 是盘过来以后 看盘过来以后 哎 盘过来以后 要要变个花样 然后过来以后 打 是这样的 哎 然后呢 这样 然后再过来 再过来 啪 打过去 所以说 它的长棍的变化 和这个短的 还是不太一样的 单剪单刀 就是个棍 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就没必要再讲了 所以说 这个双剪呢 双边 简单讲一下的 就是一些晚话的动作 啊 说